大家好我是阿芬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盒 雙臂戰士一級流連級流的強化擴充包 大家可以看一下封面 一樣是分兩派 連級流跟一級流 這邊是加勒地區的呆呆王 這火焰機 不知道為什麼會選火焰機 可能又塞錢給官方 除了官方網站所講到那幾張以外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期待 我們的克拉拉小姐 這是我在寶可夢系列遊戲之中 最喜歡的一個女角 希望可以抽到她啦 我覺得她 很漂亮 開 第一包 贏邊 但是應該不是大卡 一級流五道雄獅 修羅拳 他能打100再加100 欸小人卡是不是可以搞一下 來了我們的第一張三股回音喇叭 我們在玩家圈都會俗稱他叫編師喇叭 從對手氣牌堆再抓一隻基礎寶可夢出來打 利亞瑜 咱們的第一張V卡 來 三三鳥 3 2 1 欸真的 加勒爾地區的閃電腦V 動物真本能 這隻寶可夢使用所需的無能量 減少對手場上的V寶可夢數量 哇塞 欸 我原本是沒有研究這一彈的牌組 但是我一看到這個 這個效果 我一個傻眼 哇靠 如果對手場上有什麼三隻V寶可夢 那這個不就一能就打170了 太狂了吧 這個鬥戲一個起飛 阿芬今天的目標是什麼 克拉拉 全圖克拉拉 哇 竟然是你 喔 我真的是 沒有考慮到這件事情 我在抽 這一盒的時候 其實就在想說 如果我沒有抽到全圖的克拉拉 我就要自己買 買到我抽到為止 但是我沒有顧慮到我可能會抽 成盾的賽表率出來 我 不好嗎 不要拜託 三地鼠哇 你好像變得有點長 三重頭疾 那有中和頭疾嗎 心電頭疾 百合跟娃娃 來了 我的第二張V卡 來 戴墨鏡的極動鳥啊 還是看起來很酷的火焰鳥 來 321 出了 架勒火焰鳥 血焰之意 哇怎麼那麼老舍 你來個邪王睜眼 大家都懂啦 在自己的氣牌圈選擇 惡屬性的能量卡賦予這張寶可夢身上 不錯耶 我覺得不錯 而且很有趣耶 他竟然是怕草耶 好那麼下一張我剛剛偷看他了 我們香香的 香香的克拉拉 大愛 其實他有什麼效果我不知道耶 我看一下 他自己氣牌堆 選擇兩張 方張 方張 基本的兩卡 基本的兩卡 唉唷 不管啦 不管他好不好用啦 來 給人給 愛心 來了大針鋒 剛剛一直在說他 對點真刺 如果對手寶可夢有附加特殊能量的話 屁勒 哪有人這樣子的啊 對手有附加特殊能量直接把他戳死 這什麼魔鬼牌啊 異能直接避命耶 信屍鳥 對來了來了來了 大大大的大的 我們三神鳥已經二缺一了 剩下我們戴墨鏡的幾多鳥 來 3 2 是加勒呆呆呆往VMAX 漂亮啦 這也算是比較大的卡 因為大家可以注意到V卡 他的稀有程度是 R2 那他是兩個R的 那這是三個R的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三個R 就是 稀有稀有稀有 今天假如說我們有抽到這種 大隻的啊 有高機率 就會有一隻小隻的 我們一起期待一下 連擊流五道雄獅 還開得蠻平均的我覺得 我們都是成對成對這樣子開 造成自己連擊流寶可夢數量乘以30點的傷害 你如果鋪好鋪滿 那六隻的話 638 180 小人排打180 我是覺得是還蠻OK的 花花小子的後面 這個是不是大卡 來了各位 是不是火焰機呢 來 開 雷鳥龍 VMAX 電屬性的 我們在上一個環境之中 是冥冥V跟 VMAX 那接下來多添加了一個 雷鳥龍 VMAX 加入進來 讓我們的 電屬性寶可夢 有一些 其他的選擇 車輪球 來了又是一張V卡 我覺得是時候了 我們要三小鳥 321 恩 真的耶 加了極凍鳥 不錯喔 不錯 而且都沒有重複耶 在自己的回合之內 將自己兩張手牌丟棄的話可以怎麼樣 從自己的牌庫多抽一張卡 我是覺得好像 代價有一點高 不知道大家怎麼覺得 超細的牌 出現了這個有在那個官方網上被推廣 渡魂燈籠 從自己的氣牌隊選擇一張一級流雷鳥龍給對方 給對手看過加入手牌 來了各位 好像是SR的 是不是我所期待的那一張 全圖克拉拉呢 恩 恩 嘿 不是但是 還是很讚的 加了火焰鳥V 這個圖畫的好看 我覺得畫的好看 他這個波紋 這個亮度 並不單純像是以前 的SR一樣 就是一塊金屬亮面而已 都是有量身訂做的 有那個紫色 藍色 又火焰的元素在裡面 當初他在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這個火焰鳥 三神鳥之中最喜歡的就是火焰鳥 我其實從上一旦就一直在喊克拉拉 他應該聽得到吧 還是他會覺得我是個變態 就不來 有時候 追求女生不能夠太積極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啊沒差 有沒有抽到沒差 那他就會出來 貓幼展又來了 V卡 等一下 我剛剛沒有期待要抽任何V卡 那這張是誰啊 可能是呆呆王或者火焰機吧 321 真的 加了呆呆王 欸這個還蠻好看的 他的那個珠珠會亮 有沒有這個配色很像Mega10 有綠色紫色紅色 那麼轉一轉都可以看得到 哇沒了 哇 但是 他還是來了嘛 唉呦 我知道了 官方一定是 希望我花自己的錢 把他抽出來 他如果真的覺得我是變態 還是不會出來 這是我跟他溝通的方式 你看他這樣子 手放在這邊 我讀得懂他的暗號 那個法式有點像蝴蝶人 當初有人在討論 那我們今天雙臂戰士 開到了 閃電鳥 火焰鳥 機動鳥 三隻都一起抽到了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這次的雙臂戰士之中 還蠻在乎這個 加勒爾地區的寶可夢的 例如有一些卡片 加勒爾的胸甲 你的寶可夢若是有帶加勒 這個字 那麼就會有特殊的效果存在 那緊接著 3R的部分 VMAX寶可夢我們抽到了 二屬性的加勒爾 VMAX 還有電屬性的雷鳥龍 VMAX 好那這個是 剛剛這一隻 VMAX的小隻 最大獎是這個 加勒爾火焰鳥 VSR 他動作的設計 跟背景的顏色 非常滿意 他雖然說這個 能量需求都還蠻高的 但是他的附加效果 都可以讓他快速地 進行進攻 尤其是閃電腦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大傻眼 他有可能就 一能踢170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來參與我們今天的 雙臂戰士的強化擴充包的 搶先開箱活動 那各位如果還喜歡我們這種 開卡包的 過程影片 幫我們下方按下 喜歡鈕給你們鼓勵 再更喜歡 FINTV分享給你認為會喜歡 頻道的朋友 我是阿芬 我們下次再見啦 晚安各位拜拜 大家再見